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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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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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已經是這樣想的 如果有些十年期的期字估 不就是這樣搬倉 然後我就會覺得 現在不是跌得最深的時間 現在只不過是熊市的開始 熊市一期 即是說 就算你炒日線也好 你炒短線也好 中長線也好 將來總有一天 跌到一天你就沒有所有的東西了 所以要設止蝕 對所有的 對任何素未謀面的 自己的讀者和學生 我都跟他們說 你懂止蝕 沒有人可以對任你 最多是輸十粒糖 最多是輸牌朱古力 是不會輸命的 如果你炒長線那些沒有止蝕 就算你炒即日先 你沒有止蝕 你都可以即日就輸完身家了 所以你經常都要看著 那個大市究竟是走到哪裏 即使你買一天 你都要看到幾個月的走勢 如果不是 一天你就玩完了 即是當那一天來到的時候 那一天你就玩完了 最好你做一些預告 之後會怎樣寫下 這樣會好些的 還有就是一個炒股 炒市的一個秘技 我也不介意在這個 免費時段公開 因為其實不是什麼秘密 說了給你聽 你都未必會做到 就是 止蝕的秘訣 就是人腦很蠢 你不要以為他腦很聰明 你一定要蝕了 只贏也好 只蝕也好 整個過程停了 你才可以玩到第二步出來 否則你的包袱在這裡 你是計不到下一步 這是真的 試過很多次 你一定在捱價 就是我買升 接著就下跌200點 你坐著在那裏 你就死了 咳不咳好呢 撈不撈好呢 你已經是做不到決定 你一定會錯的之後 就算你贏了 中了 你就貪心了 其實應該要吃的 你想著會不會再升100點呢 會不會再升200點呢 看著你 又是會錯決定 所以止蝕 就令到你的頭腦清醒 正如你做人一樣 說對不起 你就怎樣 真的嗎 對不起也是止蝕 將你和對方的關係 惡化去止蝕 很有道理 嘗試得多嘛 你很流的嗎 是啊 今天就是說 我上一集已經說過 就是說 這個杜瓊斯 他跌到去萬八點的時候 就是代表 由這個金融海嘯的最低位 一直升那十一年的牛市 就已經調整百分之五十了 如果你懂技術分析的話 你一定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 就是萬八點 是應該會托得住的 如果萬八點都托不住 你真是 世界每日這樣 無限無限底 無限呼鬆 無限底 對了 接下來 會怎樣呢 你就想 這個很簡單 很基本的波浪理論 是可以令到你看到這個十年之後的世界 由現在往後十年 就是因為它跌的東西 很清楚地表達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是不是這個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這樣呢 所以我今集就是說 要比較一下其他國家的越線圖 你就會知道那件事情是怎樣的 嗯 那我都 很想看究竟怎樣比較 因為我 炒東西我很狹藝的 老實說 我看幾個市場 而已 A股 港股一定先看 然後看美股 就是排次序 第三才是A股的 A股我其實不看它的指數 深程子 尚頌子 那些不關我的事 我看的那些同事 是A股上市的 那些 勉強地看了歐洲股市 英國 法國 意大利的鳳梓不看 其他的什麼 日經指數都很少看 是啊 很嚇迷 我就已經是靠這幾樣東西去 就是 二十年不死 我不敢說自己發財 二十年不死 就是這樣 如果再看其他 由薛sir 的角度 是不是可以發財呢 我也想知道 好了 差不多了吧 免費時段 怕虧了 逐秒逐秒計 都很傷 期待你按鈕 讓我多吃一點 你給了幾百元 但我其實正在給你幾萬元的東西 所以你想我多吃一點 你就要按鈕 是要這樣 那些人很黑心 按鈕 我是不怕你的 好 待會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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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